好 今天是2022年2月22号 星期二 正月22 非常二的一个日子 然后呢 是吧 我们的国足排名可能要靠后两名了 俄罗斯宣布这个两个国家独立了 这个就引发了这个 是吧 昨天欧洲应该跌了2%以上 俄罗斯当这个 俄罗斯的股市跌了15%以上 好像17%跌过非常惨 因此呢 因此呢 导致本 就是这次本次的低开 但是呢 就是说 我们本来是判断3400到3500出现斩幅震荡 大家注意 我最开始给大家画的那个3400到3500之间 请他闻到的第一张图 我可没有说是画一次上去 对吧 就当时跌到这嘛 然后我当时画了 我当时是这么画的 对吧 就画了好几次 是吧 这个才叫做窄幅震荡 大家能理解吧 这个才叫做窄幅震荡 能理解的达一 至少就是说 他在这3400到3500之间是有反复的 他不是一下上去 不是一下下来 所以呢 昨天你看走强的时候呢 我说这个速度是降低的 他不一定能够持续走强 你看第一波反弹的速度几乎会成 45度角 第二波反弹的速度也就是20度角 对吧 但是今天上午下跌的时候呢 有人说那这个就要跌出来 最低点 创新低了 我说这创新低也挺难的 这创新低也很难 所以窄幅波动呢 目前来讲呢 还在这个窄幅波动范围内 是吧 什么时候能走出3400到3500 窄幅波动的范围之外 什么时候你再去看其他的方式 目前来讲还是在窄幅波动范围内啊 还是在这之内的 别看今天上午 是什么国际形势这么紧张等等等等 我不看 我中午的时候也写啊 不要去猜一下为什么下跌了 没用 首先来讲你又不确定 它的下跌跟那个 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这是第一点 第二你又不知道跌 就这个关系能够跌多有 就代表了这此题无解 你说一个无解的题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你无法证明它的关系 所以你就知道下跌 怎么处理就完了 你说咱们从交易的角度来讲 没有突破趋势 没有结构 没有区别 我们就不买入 不买入的情况下 它跌跌去呗 对不对 大家想想 它下跌就跌去呗 只看到五零的图 这张图吗 这张图吗 首先呢 跟昨天 前天 最近几天 稍等啊 首先呢 跟昨天 前天 最近几天 看不到图的学员 表示抱歉 还真是技术问题 但这个技术问题呢 不是我们出现的 我们购买的第三方的 流媒体服务 第三 就那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我们只是购买的服务 能理解吧 那么这个 我们把那个 这个事呢 反映过去之后 第三方的流媒体服务呢 它已经 发现了是他们的问题 好吧 而且呢 今天也不能解决 我在讲课之前的一分钟 我是 15点30分讲课 15点29分 我得到的通知 但是能解决 这个解决的 解决的方法呢 这个 这个预计明天 就问题不大了 就是我一直上盘图片 如果把这个图片 做成PPT 大家就能看见了 这是目前的 临时解决方法 但是那个 长期的解决方法 也是有的 但是今天做不到 就是因为 我15点30分 要讲课 15点29分 告诉我要把图片 做成PPT 我说来不及了 就这么个事 分时图 你看上午 这个一开盘 它影响是比较大的 但是呢 这连续三天了吧 最后一个小时 都是上升的 那么它的跌幅 已经在1%以内了 跌幅在1%以内了 而且今天这两条线 上午这一段 黄色线在白色线上 下方 然后跑到上方去 然后跑到下方 跑到上方 然后跑到下方 然后下午也是下方 所以这个黄色线和白色线 在众多的一天 也就今天的部分奖 今天没分奖 所以分时图来看呢 就是受这个 这个国际形势的影响 是吧 中国组织都是 又倒退两面的 排名又靠后两面的 这个消息的影响 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呢 就是说 该怎么低就怎么低 那现在来讲 从规则的角度来讲 离去世远了 没有结构 没有许例 对不对 离去世远了 没有结构 没有许例 所以呢 保持现有仓位 保持稳定的心情 就行了 好不好 成熟稳定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创业版 创业版的是之前最弱的 最弱的 最弱的之后呢 它的反弹并不大 然后现在又回到这 再往下跌一点点 下面就会出结构 这是个120分钟 级别比较大 但是呢 由于它的日线是主跌的 我只能是判断 进入到一个 日线级别的反弹 还不能判断是反转 就算它120分钟 有底部结构 所以呢 你会发现的 就是这个 创业版是这一波跌的最凶的 但它其实反弹的力度 是最弱的 上升指数 反而是反弹力度最强的 上升指数反弹力度最强 大家看看 再看我刚才那张图 因此它创新低的难度是非常大 它得跌到这才能创新低 今天才跌多少啊 四分之一 所以呢 今天上午这一跌 就有人判断是市场上创新低了 这完全不合适啊 早着呢 早着呢 所以从创新版的指数的角度来讲呢 这个 出120分钟结构会有个大级别的反弹 好吧 让我们再看 上升50 上升50呢 这也是120分钟啊 今天出了一跌线了啊 今天出了一跌线了 创这个地 这个 这个收盘价 新低 上升50也会有结构 120分钟级别 上升50因为跌速不快嘛 所以你可能 可以去判定就是 从12分高跌 这一波了 下跌 如果出结构的话 下跌结束 你也可以判断是日线的 母浪的下跌结束 等等等等都行 好不好 好吧 所以呢 这个从指数目前的走势来看啊 上指数这波出结构的概率还是不大呀 太难了 太难了 但是你看这个上升50和 创新版指数 它形成结构的难度就不大 所以我们继续观察 好吧继续观察 下面的时间呢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老师图没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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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声音你们能听到吗 声音 我打一个字啊 好 我再用声音给你们描述一遍啊 图看不到 确实出现了这个技术问题 我刚才解释过一遍了啊 不是我们公司出现的问题 是我们购买的流媒体服务 他们那边出现了问题 他们给了我们一个临时解决的方法 就是把我所有做的图 做成一个文件 PPT文件 然后在教室里讲 就能就能看到了 因为我们是多个图片 多个文件 那么只能只会看到其中的一张 其他的图看不到 但是他告诉我的时候 已经是15点29分 所以我来不及做PPT 今天就只能这样了 然后呢 我又跟大家抱歉 我说前几天出现 看不到图的问题 不是大家的问题 但却又此时 好吧 既然你能听到我说话 我这样解释一遍 行吧 就看不到图的时候 你就别那个什么了啊 就是我已经解释过了 就是明天肯定就好了 好不好 明天如果他没有解决系统问题 我就做成PPT不就完了吗 好不好 以前没啥事 为啥没事 就这几天出现的技术问题呢 还不是我们的问题 不一样 还不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购买的服务器的服务 我们购买的流媒体服务的服务商图的问题 好 下面的时间呢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老师看你上镜直播 我七天后 有什么好看的 一脸纸 鱼尾纹很多 变脚都是白发 今天早上照镜了 有一根鼻毛也变白了 有什么好看的 我以垂垂老去 这开语言多好 熟悉的文 你也知道是我 我也不紧张 对不对 然后你至少可以给我想 想的比我现在帅的样子 这不挺好吗 你高兴我也高兴了 还有什么问题 老师如果深层时出现底部的动画和结构 叠加善良指数出低久 会考虑微调吗 微调我一直都有考虑 现在并不做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是肯定会考虑微调的 好吧 所以你不用担心 这个事我年前就想过了 好不好 你不用担心 我年前就想过了 好吧 我们不讨论笔毛的问题了 刚才我就是随口一说 想到那儿了就说到那儿没 这就是不上镜的好处 那上镜女孩能说这种事 脸红不红 臊不臊 不上镜就不红 也不臊 22年了 今天2022 2月22号星期二 正月还是22 到晚上22点 22分22秒 那你天下最二 你们发一个报约圈 天下最二 第2 很难遇到对吧 很难遇到 上半年来一波行情吧 上半年来一波行情吧 学员老松 说了 等他买完之后再来行不行啊 他们卖出之后也一直没买呢 等他买完之后再来行不行啊 你来 现在来行情 你得被动的突破趋势地买 对不对 当然你现在突破趋势买 如果突破趋势买 距离上次卖 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有问题 也不太大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5090分钟顿上 50那个顿化级别特别秀 特别秀 90分钟 50的90分钟 它是零缝的顿化 所以可以不看 可以不看 它不是隔缝的 它不是那种标准的顿化 听老师 今年五行属水 买了水产的张子岛 已经转了十几个点了 首先 这个事不是我说的 我只是告诉大家一个 看待事物的角度 所以比方说上安 我不懂这个 好吧 不懂这个 然后呢 我只是把别人的观点 表述出来 前几天有个学员 什么什么 这个行业是什么属性 那个行业是什么属性 说了一大堆 我当时就告诉他 我说你也不懂 你不要乱说 就这个行业 到底属哪个属性的 这个事情 不是 简简单单的 那么个事情 所以我已经警告他了 不要乱说 因此呢 就是说 你如果因此 赚了 你不需要 说是我的 讲的 反之 如果将来有一天 你这么操作赔了 这事跟我也没关系 好不好 咱上来一下 好不好 如果你能够 这个 无论它好或者坏 都跟我没关系 我将来会讲得更多一点 你这天天埋怨我 你比方说 赚了你说你不止声 赔了之后 老师你不说 今天水年了 买的水下累的就下跌了 木累的也下跌了 老师 你看你说这个 那将来我就不说了 是不是这道理啊 所以我现在呢 是吧 不求有功 但求无故 就这么一心思 行不行 不求有功 但求无故 好不好 他说到时候来的十二生肖 研究各个行业 属性数什么狗屋的事 咱们之前说的那个 不是我说的 那个人研究的是甘枝 好吧 然后是五行 甘枝呢 属于古代的立法 然后我就 那天呢 就是就相对来讲 就脑洞有点开 然后就跟大家说 我说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2022年 2122号 这么二的这个事 实际上是犀利 对吧 犀利 但实际上呢 就是说理论 我们不应该用犀利 应该用浓利 这浓利呢 才是我们这个 中国自己的立法 但是呢 当一件事呢 被大家应用的 很广泛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这件事 但是你说 零年 对吧 零年 然后零年之前就公元 不知道多少年 这个方式 要比我们那个 古代的立法呢 从容易的角度来讲 是更容易的 从容易的角度来讲 更容易 因为你说这个 我们是差不多60年 就一循环了吧 你像今年 今年是 今年是 什么年来着 人 银年 是吧 人银年吧 那可能60年 就来一次 这人银年 所以到时候你说 怎么办 你就无法区分 那你要从公立的角度来讲 就好区分了 但公立 就是这个 之前 之后 对吧 公元前 多少年 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的历史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 是不错的 但是你说现在的孩子们 有时候还知道 除了啊 他数什么呢 他知道 这个涉及到这个古代的立法 有时候还知道 这些事啊 很少了 很少了 四层当中的玄谱 玄谱上还是要平衡一点啊 不要偏大 也不要偏小 一把二分钟呢 今天我们结的 这几个指数 一把二分钟都 近期都有形成 动画的可能性 那么其他的指数 一把二分钟 如果形成动画 上指数有低位的话 我们不排除微调 不排除微调的意思 就是我不一定 非得等上人 出结构 不排除微调 这个将来咱们再说 不提前说呢 就是我怕有些人 总是因此借口 然后不准守规则 所以微调这件事呢 我以后呢 就是能不说 就尽量不说 好吧 到时候我们 就直接说多好 不提前说 现在你看 各个指数都没有结构呢 但是你看 这个创业板指数 和这个快了 有些指数就快出结构了 上证五零 就快出结构 有结构 你就不白等 只要有出结构了 你就不白等 那不挺好的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俄乌两国打仗 会不会影响 股市出结构 这个我在一开始 本节课一开始就说了 你没有答案 所以这道题 无解 俄乌两国打仗 一定会出结构吗 他俄乌两国打仗 一定不出结构吗 如果这两个题 你回答不出来 那这道题就无解了 但是你话又说过来 你管他打不打呢 出结构我们就买 他不打我也买 不出结构我们就不买 他打我也不买 是不是 像说先生了 是不是 你不用管他呀 他愿意怎么走怎么走去呗 好吧 价格会包容一切的 包容一切就是包容 俄乌两国了 好不好 这个所有的信息 都会最终反映在价格上 所以价格会包容一些 交易式的24节气 如何使用 对比呗 只能用于日线 对比股票和指数 到下面对应节气的时候 看看上面是不是转折 他研究转折的 你看五零还是看 五零零还是看五零 它俩都挺好 中正五百和上正五零 都挺好的 都不错 都比之前好 之前反正是 我们在做中正五百的时候 就看好中正五百的时候 上正五零一顿跌 然后中正五百的高位的时候 上正五零刚好跌到三浪低点 三浪低点 它也不一定飞的是 只有三浪 它也有可能有五 当时也输了 但是中正五百已经在高位了 上正五零在三浪的低点 后面有五三浪的低点 跟五浪的低点 空间相差也不大 因此我认为防御性要好 当时是不是这么说的 那你看中正五百 风险已经出现了大幅释放 它的风险机会比就又变化了 那么现在假如说 这个 中正五百 创业班指数 这些小房伍为代表的指数 出现了120分钟的低不结构 上正五零有可能出 日线的五浪低点 那你说他们谁好 所以我就说都挺好 对吧 这个结论你们大家能理解了吧 所以没有说是谁更好一点 要稳定性的角度来讲 如果上正五零走日线的话 还是上正五零的稳定性会更好 因为它毕竟是日线级别的 日线级别的低点 但是上正五零你会发现 总是走得好慢 走得好慢 很多人都不喜欢上正五零 创业版周线第九怎么看 周线第九 咱们上周谈到了 咱们上周谈到了 这本周还没结束呢 结束了再说 我想做一个股可以吗 可以啊 你需要有一颗大心脏 贼拉接式的大心脏 做一个股呢 反正就是它跟大凡走势呢 就会有很大的偏差性 有一颗大心脏 不管怎么偏差 你没问题 能接受 你就可以做一个股 好吧 本周买了一个概率大吗 咱不说本周吧 明天买入的概率不到 等明天走完 咱们再说后天 后天走完 咱们再说大后天 行不 顾爱玲有一颗大心脏 像几天看这个采访 顾爱玲说 每天她都是第一个去训练的 然后最后一个回来的 就不去雪地 就是不去这个现场 室外的去训练 在家里也跑步啊 这个这个跳伤啊 什么的是吧 所以说这事跟她的大心脏 关系那么大吗 你有个大心脏 你上去跳下试试 摔不死你 所以没有一件事情 可以轻松的成功的 尤其是奥运会冠军 奥运会冠军就是世界第一吗 在这个领域的世界第一吗 是吧 任何一个世界第一 你就前三名嘛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大心脏就行了 扯 所以说咱们做交易也是 咱们做交易说你不是说一波行情 你做得非常漂亮 你就能交易上 你就觉得自己是合格的 你需要在长时间内 保持专业的交易态度 那我们这么多年 遇到各种各样的行情 但我们的交易态度 一直是比较专业的 好了不多讲了 不多讲了 2022年2022号 16点02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